歡迎光臨 我有一個朋友有沒有 他還真的很猛 他是運動員 然後他運動員 基本上他現在已經結婚三年 然後這三年 除了前面交往了四年 像七年 然後他每天都要 男生 男生 他每天都要 連懷孕 懷胎八個月他都要床 然後到後面 他的老婆就直接跟他講說 老公 我真的沒有辦法 負荷那麼大量的東西 如果真的可以 我答應你去外面找 這樣的默許太可怕了吧 然後而且他開心到一個不行 他直接滴上去哪裡去泰國 去泰國玩 而且他什麼都嘗試了 嘗試到他說 他們還回來分享 我告訴你最高級是什麼 蛾 什麼是蛾 你知道嗎 蛾不就是那個家禽嗎 有雞 有鴨 那蛾是什麼 蛾是什麼 我聽過蛾肉成了 有雞 有鴨 不 五哥凝著的 什麼 蛾乃是 就是完全變身丸 完全嗎 被流的那個 對 就是完全變身丸 然後除了泰國有 然後他就答應 他說 那個是配合度之高 配合度之高 對 你想幾次就幾次 只要你帶著潤滑劑 他說他好開心 他每天過的日子 他的夢想就是 他想要過得跟公雕一樣 公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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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雕嗎 我知道雕 雕的一生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只要是公雕 只要母雕一出生裡面有女生的話 那個公雕就可以過來讓他受精 然後一直到他長大成群之後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產下下一代 他會再過來弄他 你的朋友他是 他幾歲了 目前三十出頭 很年輕 很年輕 體力很好 運動員 運動員 然後他最想要當公雕 對 他的夢想就是做雕 我覺得我不太想講這句話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物以類聚 人以除分 我真的猜 蔡先生你的朋友 不能說好與不好 這個太偏頗了 怪怪的 不是 我們有問他講說 你有沒有吃過什麼樣的保養品 為什麼你會 還是用抹的 對啊 我會想要問 你至少給我們提訪提訪 或者是保衛的 對 大家都是男人這樣子 讓我們很嚇不了他 嚇嘛 他說沒有啊 我就是看到我就會想要 他連看到那個扛棒那個有沒有 就是公車那個扛棒 或者是稍微有一點螺螺 他就不行 待會兒就一定要來弄一下 他是不是有病吧 不是 如果還是一樣 如果他自己覺得困擾的話 那他會去求醫或新出血 如果他自己覺得OK 他又單身 那他又防護得好的話 安全無餘的狀況下 就 他高興就好 但他都是合法的 合法的 對 要做好充分的防護 就不要影響到別人就好 如果他身體負擔得來 那就 那是他的自由意識 對 那他自由意識 我們就尊重他